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事长 我是外语学院毕业的 会讲应得两种语言 我兼认您的翻译 您今天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 上午11点和希尔先生讨论公司人事的安排 下午2点钟您去培训部给新员工上课 董事长 这是蔚来大酒店装饰工程的招标广告 这是您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 希尔先生指示我给您买的衬衣和皮鞋 我会放到你的柜子里去的 先等一下 有两件事情记一下 一 让王海先生马上到我这来一趟 二 二分钟以后让希尔先生在会议室等我 我找他有事 办完这两件事之后 你就到人事部去报道 让他们给您领行安排工作 董事长 能解释一下吗 由于社会风起的影响 人们对董事长身边的漂亮秘书 总是有另外一种看法 这对公司的形象是会大打折扣的 我不想编造一个理由来骗你 那样对你不尊重 是 坤哥呀 还是孙刚形容得好啊 跟着坤哥干事 那比想银行还过瘾 你想想现在这场面 这气派 我在维也纳轮大勺的时候 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哪 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汐儿让我负责培训中心的工作 我不想去 为什么 你想想 那儿都是化工厂的老职工 他们都想到我们这儿来 认为酒店工作有前途 我怎么做他们工作 坤哥 你还是另派的人去 来 王海 咱们坐那儿谈 坐 王海啊 让你到那边工作那是我的意思 我考虑是这样的啊 化工厂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市场上又有一定的销售份额 这是一笔很重要的资产呢 我们现在已经是大公司了 有了一定的能力 有了一定的能力 那么对化工厂的技术设备 稍加改造 那就是一个逃入少 回报高的一个好项目 我可没想这么多啊 王海 能为新州引进资金 解决新州的就业问题 这是一件非常积德的事情 也算你王海 对新州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了 坤哥 我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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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离开现在这个位置 我奋斗了这么多年 我屠蛇嘛 我不是想想像现在这样风风光光的了 如果我离开这儿去培训中心 我的位置不就丢了吗 王海 你真的不合适这个副总经理的位置 这里不是家庭作坊 你应该让个有能力的人去做 明白吗 那我做什么 你和化工厂谈判已经一年多了 熟悉那里的情况 我看你就去负责筹备工作了 孙刚我也给你派过去 仍然做你的副手 好吗 坤哥 我可是你的人 在这个时候 你不能对我下手吧 王海 跟我合作了这么多年 我亏待过你吗 那倒没有 那就好 回去写辞证吧 回去写辞证吧 王海呢 他不太适合做副总的位置 我看这应该交到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做 我刚才跟他已经谈过了 他也表示同意 谢谢 我看这样吧 安排他去化工厂做筹建工作 您看怎么样 我们在化工厂里没有关系 西尔先生 在中国办任何事情都一定要有人情关系 那么化工厂呢 是本地很重大的企业 我们跟他们搞好关系 那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一定有好处的 ok good idea 很好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酒店还在图纸上 可是我们的装饰广告已经满世界都在飞了 你想想看 社会会对我们怎么评价呢 好 那我就没问题了 关于人员安排嘛 等我熟悉一下情况 我们再来交他 ok 一 moment Mr. Song I have a few things for you here This is your visa your passport identification card for Italy Also Also someone Someone Some insurance certificates This is your car and a picture of your house your office in Italy All these things are there for you Mr. Anthony is holding them for your use whenever you want Oh and your car keys 代我谢谢安东尼先生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展示用不上 OK 请你保管 再见 这个部分 请你保管 anh照抒 内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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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最根本的一点 现在企业都是双轨制 你们可以选择企业 企业也可以选择你们 所以你们提什么要求都对 可是酒店 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将来 因为酒店它是一个青春永保的地方 它不能养老 只有这样的客人才能够赏心悦目 可青春这个东西 它不是说你想不老就不老的是不是 相对来说 化工厂呢 需要大家 因为大家都是技术工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只要你们肯努力 技术就会越找越精越多 这一辈子干得多踏实啊 话是这么说 可我们还是觉得酒店 对啊 酒店亲情永远不倒 我们还是觉得化工厂呢 朋友们 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地方 曾经是我们的化工厂 在座的各位都是这个厂的员工 包括你的父辈 在这个厂里干了三十多年 应该说 对这个化工厂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有感情的 的确 三十年前 这个化工厂非常的灰火 有过非常了不起的过去 但是今天这里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已经倒闭了 在座的各位 应该说跟这个厂 是非常有感情的 这里有很多的人 都是这个厂的中层领导干部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这个厂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原因是什么 谁能告诉你 我们缺乏资金 我们的消费太过后了 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技术革新 他们回答的很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 没有谈到事物的本质去 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国家的核工业发展 那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 用美国人的话说 中国人是先用的精神的子弹 才有个真正的子弹 我想这就是人的力量 朋友们 人的力量 它不是空泛的 更不是概念化 要充分的 要充分的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 要充分的发挥一个人的创造力 就要不断地增强它的危机感 和忧患意识 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和大家的接触当中 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化工厂 走到今天这一步 有它的必然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很多的人 它喜欢回忆过去 甚至有些人 沉眠于过去的辉煌之路 一个人 他总喜欢回忆过去 就说明他老了 是一种老态的表现 你们想想看 一个人是如此 那么一个企业呢 它就更是如此 大家在这里培训 培训什么 就是培训一个人的 全新意识 全新的观念 和他的全新的心理状态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的化工厂 才能够重现昔日的辉煌 我的化工厂 喂 你好 江卫小姐吗 宋一哥 你好 是这样 有件事我想求你 麻烦你找一下 书商 对 真的是美国 对 就是他 想请他一起 到新州来一趟 对 你跟他一起来 好 就这样 谢谢 大公司的总部长 今天一次来迎接我们 贵人驾照 我不能误见 苏先生 九阳大名 下小姐还好吗 正好 在国外写另外一本诗 这会儿可得要我出版发行 你不算是自己遗憾吗 我还没做出国建设呢 我就是苏维国 找二未来 我们就是商量一件事情 那就是策划出版一套 紫云的诗集 紫云的是我的老同学 又是老朋友 苏先生的是出版界的名人了 江小姐 对紫云的作品比较了解 我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方紫云的诗很有哲理 也很有艺术品味 但她却生错了年代 因为这个年代 是不需要诗和诗的 人们更注重的是 金钱和精神的刺激 但是出版方紫云的诗集 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我们出版社已经做好了清样 根据她作品的不同年代和风格 我们计划出四本一套 但后来 有一种特殊的原因就停下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宋先生 出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我首先应该确定一下 诗集的印数 只有确定了一下的 诗集的规格和成本 我才有可能操作这件事情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四本诗集 规格越高 印数越多 赔钱就越多呀 好 我知道了 我看这样吧 这套书的出版 我授权给江小姐 由你来负全部责任 好 另外 这本书我看不去考虑它的经济效益 所有的欠我来出 你们只要做就好 另外我来提几点建议 第一 封面的设计 一定要避免商业化 强调它的严肃性 第二 要收集几篇权威人士 对紫云的评论文章 以及对他作品的评论文章 好吗 第三 那就是我看印数在 三千套左右 要出金章本 质量是第一位的 第四 就是策划召开一个研讨会 请各界人士都来参加 然后赠送诗集 用这样一种形式 来告为紫云先生 你们看好吗 好吗 没有问题 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好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想为方紫云的诗集写序 虽然我不是名人 文笔也不见得好 但我想我能写好他 因为只有我 见过临死前的方紫云 只有我了解 他当时的心情 不知道是一个时代 抛弃了一个诗人 还是这个诗人 抛弃了这个诗人 好吧 我同意 我看这样 回去以后抓紧工作 详细的预算出来以后 我就把资金打过去 好的 还有问题吗 宋先生 我这件事不太了解 我不知道那个方紫云 他为什么要自杀 对不起 我真的没办法回答你 我只要想要自己的几乎 是有一个诗人 有什么诗人 一个诗人 大疗人 基本上 她 老大 因此 有什么诗人 哪位啊 我 叶红军 叶大哥呀 你怎么来了 我路过 顺便来看 一坤说了 你现在最好少走动 这样很不安全的 没关系 我一次都不来发现的奇怪 怎么样 写来算一样 我从来没这么算过 只要我一提起笔来 方紫云的身影就向我走来 我不停地跟他聊天 或者听他说话 我一个都听不下来 谢我 好 坐吧 阿姬 几天不见你瘦多了 你要注意身体啊 没办法 你现在什么也不想吃 也吃不下去 我只想一天到晚的写 而且我现在写出来的文字 非常漂亮 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我能理解 我必须得抓紧 因为我不知道 一坤还有多少时间 阿姬 你说什么 雁大哥 你想想 如果一坤死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活下去呢 我早就想好了 我要跟一坤同生共死 如果一坤不在了 我的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还有必要活下去吗 阿姬你 我没有和一坤说实话 如果他知道我也要死 他在九泉之下 肯定不会瞑目的 所以我瞒着他 让他坦然地走完自己的路 其实死 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 我现在只关心一坤 因为 他必定要走在我的前面 而且我要写完这本书 阿姬 你千万别这么想 而且不能这么做 如果你这么做 一坤在天之灵都不得安宁 阿姬 我也没有做的一个 雁大哥你别说了 我想知道 一坤还有多少时间 不会太久了吧 马天之灵都不得安宁 如果真有灵魂 我倒是欣慰了 我可以和一昆去说话 聊天 我可以去陪着他 和他再也不分开 可惜 那只能是我的一个梦 一个没法实现的梦 天天 董事长 希儿先生 让我把这些资料给您送来 格拉普尔大酒店的建筑工程 和装饰工程的招标广告 通过卫星电视播出之后 有国内的13家建筑公司 竞标建筑工程 有15家装饰工程 竞标装饰工程 我公司已委托省工程设计院 和省清工业学院 分别对这两项招标的 竞标一项书进行评审 他们最终评出前三名 共董事会最后决策 这是建筑公司和装饰工程的资料 明天上午10点 在中型会议厅举行发布会 宣布新州格拉普尔大酒店的 建筑工程中标者和装饰工程 中标者 董事长 还有什么事吗 好 我知道了 等一下 认识部给你安排了什么工作 在办公室 主要负责董事长 与各部门的联系 好 就这样吧 好的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请进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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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是长江英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对 一家是阿波罗装饰有限公司 记住了 马上着手调查这两家公司 好 就这样 就这样 里边请 你好 里边请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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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卫星电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面请 新格拉普尔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宋盛 宋盛先生 宣布中标的结果 下面我就代表 格拉普尔有限公司宣布中标结果 新格拉普尔大酒店 建筑工程中标单位为 新洲第五建筑工司 装饰工程中标单位为 北京天力装饰工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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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天文 就是那个传奇人物石天文吗 是的 我研究过她 也向王太太打听过她 原来王太太就是石太太呀 那你快请进吧 谢谢 谢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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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제 你的国家 当然她想要去中国自身 我认为大家都可以失去他的母亲 后被离开了一段时间 但她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她的年代 她没有 relatives 她把这个钱交给你 希望你能担心她的命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好的 女士 我离开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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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你让人快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许晓先生 请坐吧 中国有一句老话 说站着的客人难打发 请坐 谢尔先生 这个结论有实公正 我虽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 但是我从来不撒谎 你给了安东尼 我听到你上线的东西 谢尔先生 我必须得声明一点 我对安东尼先生的原话是 我对这件事情负责 现在我对这件事情仍然负责 而且我要加一句 那就是包括他的后果 但为什么这样 这种方法 谢尔先生 我相信你今天到我这里来 不是来谈哲学的 因为这里面牵扯的问题太多了 包括人的尊业 人格 更重要的是民族感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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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去吧 我好比 千水龙 我好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